因健康理由无法接种冠病疫苗的人 今天起可向家庭医生、公共或私人医院索取证明 有了官方证明之后 他们下个月起就不受差异化防疫措施的限制了 受访家庭医生说 会通过门诊进行评估 因此想要索取证明的人得支付一笔门诊费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陈女士患有自体免疫性疾病 医生担心外来药物会影响她的免疫系统 因此不建议她接种任何疫苗 由卫生部提供的证明 印有卫生部标志 上方填写个人资料 医生根据病人的情况在选项打勾 如果熟悉这病人的话 那我们应该是能够相信他们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可以到国家电子记录区 去证明一下 我们一直都是在担心说 我们的文件不会被接受 现在这个卫生部已经提供了一份 他们已经批准的文件的话 那我们就更容易办事 这家诊所建议无法接种疫苗者 向熟悉自己病史的医生索取证明 因为一些诊所有可能拒绝发出证明 第一就是他们不是我们的病人 所以我对他们的情况不熟悉 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们没有照片 没有准确的病例 所以不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 受访诊所指出 会在发出证明后通报卫生部 卫生部正通政府科技局合作 日后能够在合力追踪应用程序里 反映不适合接种冠病疫苗者的情况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鲍林报道